今天下午为了纪念前不久 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的 国安功勋外援小马丁 小马丁生前效力的 北京京城联队和巴西老男孩 组球队相约进行了一场纪念赛 众多小马丁生前的队友 工作伙伴都出现在了 纪念赛的现场 追忆与小马丁共事的点点滴滴 虽然纪念活动没有对外 但仍然有许多的球迷 自发来到了现场 小马丁淳朴善良的人品 积极乐观的态度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足球场上 他永远是那个不知疲倦 奋勇拼夺的黑色精灵 他是那种只要上场 就会全心心地为球队付出的球员 他始终把北京当作了自己的家 始终渴望为北京足球 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能感觉到就是 就是这座城市吧 不光是球迷也好 整个这个城市 对于每一个人 曾经在这个城市战斗的 都是我们的朋友 就是我们这个城市 其实很重情意 作为北京京城联足球俱乐部的轻训教练 小马丁生前执教的小队员们 也表达了对教练的思念 我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叫马丁内斯教练 让我们两个两个一组 他们都不跟我在一块 他就牵着手跟我说 咱们一块吧 咱们两个一块吧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马丁内斯 我希望你在天堂的时候 一定还有足球 你在天堂的时候 一定不会有伤 肯定还有更多的人为你骄傲 我以后要认真的 认真的踢好足球 然后呢 然后呢 争取和他一样 争取和他一样 在人们心中都变成球星 好好踢球 纪念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 现场发生了令人动容的一幕 大家全体之力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方式 再次赖完我们的好朋友 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 也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人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就是 第一线队的这个15号 我们也伴随马丁 也是永久封存了 伴随他一起退役了 那么我们的清续营呢 也还是会一直命名 小马丁清续营一直命名下去 在您的印象当中 小马丁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跟小马丁 我们相处了400多天 从他来到最后一次我们见面 他是一个特别的随复 开朗 特别的谦虚的 而且工作呢 我特别是认真负责的一个工作 反正从我的概念里边 他是没有缺点的 为了缅怀他 大家也知道 他的最热爱的就是足球的人 我就想通过这个足球 这个比赛来纪念他 替一场比赛 用小马丁最爱的足球纪念他 相信他也希望曾经通过足球 带给大家的快乐 能够继续在生活当中感染每一个人 如果生活让我们做选择 我们一定会选择笑着面对 就像他留在大家心目当中 永远积极乐观的笑容一样 愿天堂也有足球